第一天 第一天的话我选择的是草丛骑士来抽这个榴弹机 看看新赛季的第一天能抽到啥了 不过运气还好啊 该出的皮屋都出了 而且还抽到一些想要的武器 比如说我们的光之书 暗之书 棒棒糖 新武器海盗王剑炮和我们的魔导师之杖 第二天 新赛季第二天呢 我选择的是我们的枪客来进行抽这个榴弹机 看看能出啥了 接下来咱们也废话不多说啊 直接开抽吧 经过我们的枪客抽榴弹机之后呢 感觉这运气还真地不错啊 我们的海盗王剑炮出了五个棒棒糖出了四个 魔导师之杖出了三个 这边也是成功的出了我们的海盗王剑炮和我们的棒棒糖 第三天 第三天呢 我选择的是剑中来抽这个榴弹机 看看能出啥了 来吧 咱们废话不多说 看看第三天能否出我们的魔导师之杖啊 小朋友 你是否有很多 我好 好吧 经过最多努力历史三天 我们只出了这个海盗王剑炮 还有我们的棒棒糖 至于那个光之书暗之书 还是没有出 新武器魔导师之杖也没有出 只出了海盗王剑炮 感觉还不错 争取在后面的几天当中 继续努力 把这些没有的武器全部给我揍出来 那么问题来了 兄弟姐妹们经过三天的努力 你们都出到了哪些武器了 评论区说出来 让我们看看谁的武器最旺了 至于接下来咱们就来先测测海盗王剑炮 这是一个新武器哈 攻击力10点 耗蓝量5点 暴击率10点 瞄准率3点 感觉啦 这把武器还不错哈 从外形上看反正还都好看 而这武器啦 有一个蓄力攻击 蓄力攻击会发射出三个东西哈 这个东西和我们这个元气石前转当中的武器差不多 那接下来就拿了个雪人王来尝试一下吧 蓄力之后发射出去 我感觉这个东西要飘一飘的哈 好像打不准 瞄准率3点应该是可以的吧 但是打了个雪人王我发现 哎呀怪怪 伤害虽然高 但是瞄准度不够啊 所以这边呢 我就拿狂战士的二技能来测试一下 看蓄力之后打出去的东西 哇这么多 打起来肯定爽歪歪 结果不成这样 进入游戏第一个蓄力打飘了 第二个蓄力瞄准之后 打出去上来这么多太猛了 所以我再一个蓄力之后 直接把这个雪人王给搞定 两发就搞定 太强了 如果不信就来看漫妆龙魔花 第一发打中 把眼睛瞄了这么多血 再来第二发 哇哼哼你个乖乖直接瞄了 你说这海盗王肩胖强不强呢 第二把武器呢就是棒棒糖的 攻击率25 耗蓝量25 暴击率20 而瞄准率呢同样是3点 至于这把武器我就觉得它攻速一点慢 伤害虽然高 但是打出去如果打不准 就没啥意思 好在打出了一个棒棒糖 咱们可以回收哈 回收的等级 根据你这个运气来了 分为S级 A级 B级 C级 好像呢还有一个D级 打这个雪人王啊 我感觉这个棒棒糖还是有用啊 如果打准呢 好像有一个眩晕 但是如果打不准打消耗的话 这个伤害 唉 也一般般 但是如果这个棒棒糖是S级的话 捡起来的过程中 如果Boss在附近 那有一个旋风斩的伤害 最后我还是决定拿狂战士来试一下270开这么多棒棒糖打过去 25点的攻击还是非常不错的 果然咱们不能智商谈兵 用实战经验来尝试一下 这狂战士270开出的那个棒棒糖 真的是有点厉害了 三五两下就把那个Boss给打掉了 强 但是 不够稳